我们得了艾滋病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艾滋病从现在来讲 是一个可以治疗的一个慢性疾病 我们可以这样去认识它 目前艾滋病的治疗方式的话 是通过那个抗艾滋病的药 药物的长期使用 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艾滋病患者的话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那么目前的话 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的话 主要有那个拉米弗丁 提罗福威伊菲伟伦和赖维拉瓶 以及我们现在比较新的一些 整合米移植剂等等这些 那么除了那个新药的话 我们现在国家已经提供了那些免费的 抗艾滋病的治疗的药物 那么通过那个免费的治疗的话 我们大多数的艾滋病病人 可以获得长期的生存 那么从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通过那个正规的抗艾滋病治疗的话 他艾滋病病人 他可以顺着健康生活的话 五十年以上 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可以 所以说我们可以认为艾滋病 他就是一个慢性病 是一个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一个疾病 可以让我们艾滋病患者正常生活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最后的派避病 过一次 我最后的派避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